出道九年的周恩婷 憑著一首劇集歌曲而彈起 令到原本已定居新加坡的她 再次回到香港發展 今年她再推出新單曲 歌曲不止成為一個大型音樂頻道 音樂發燒榜第一位 YT更被網民推舉 開帖撐她說 YT不紅天理不容 影真厲害 這日她出席一個慈善活動的啟動禮 當然也要唱這首大熱作品 以及回應下所屬公司大地震的事 明明自問你 我好像可惜一般港港外印 一生輪回未求 是我一生的暗物 一切地不停權毒 最後無力傷心 而令我個念ishment 都是我的 入門還有環球做的 其實現在跟環球是很緊密的合作關係 所以這個…我們逐了一日沒有? 我們… 我們想想先看看他們的表現 你知道環球我們最近炒了… 不是 我覺得他們最近做得慢慢 就是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 你知道我們都炒了整隊人 就是如果有些什麼冬瓜豆腐大家知道什麼了 出席這次慈善活動的還有黃興平、葉巧琳 Binny事及Loli Talk 最近有網民爆料指DJYY黃遠傑 力追多個女團成員 其中Loli Talk的妹妹Yanny和Sinny都成為目標 不知道幾位當事人又有什麼回應 我跟她認識Sinny 我第一個認識她的 因為之前我自己有一首歌 我自己有一首歌是我的樂隊的歌 找了她填詞 主要都是在音樂上的交流 我們整隊被一起吃飯 連連她一起 Binny之後就沒有再特地約 我就是在Loli Talk的訪問時認識她的 都是朋友 她真的曾經有問過的 但就沒有出過去 都是普通朋友的交流 私底下就應該沒有了 我們在Show 我們五個都會一齊見到她 一起看Show 或者做訪問 你有WhatsApp的聯絡方式嗎 沒有 沒有聯絡方式 即是沒有WhatsApp的聯絡方式 我沒有 你也沒有 沒有 你也沒有 大家都沒有